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布了设令 而设令的发布者正是埃尔法利亚 于是威尔在结束工作后立马赶回了位于学院宿舍不远处的专属宿舍 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设有罗斯蒂 说要去第四层收集冰箱布冰的冰盒 希望罗斯蒂能提供魔道具 我稍微做了点改建 拿去用吧 说着拿出几个球状道具给了威尔 然后威尔赶到地下城第四层 发现已经有很多学生在跃跃意识了 其中包括几个熟悉的面孔 喜翁一招就秒了冰霜步冰 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成就感 因为才他看来这种杂鱼根本无法和威尔打倒的哨兵相提并论 威尔看到大伙都这么努力了 心想自己也不能落下 但又想和其他学生直接竞争 于是选择前往更深处寻找猎物 结果意外撞见 一名女学生正深陷怪物的包围圈 情况十分危急 威尔果断拔刀相助 拔着剑冲上去 几乎一瞬间就解决了魔物 女孩愣了数秒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更令她感到惊讶的是 眼前这名学生似乎没有任何魔法 甚至连武器都是一把剑 随后两人互相做了自我介绍 得知女孩的名字是爱丽丝 爱丽丝听完威尔的自我介绍后 想起了那则传闻 那么前辈就是传闻中的 那个书呆子优等生吧 完全不会魔法 前所未有的无能者 这话让威尔有些扎心 郁闷地问他为什么要叫前辈 爱丽丝回答 因为自己14岁 而威尔则是16岁 威尔突然一转话题 你对我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确实是个史无前例的无能者 看不起之类的 此言一出 爱丽丝瞪大了疑惑的眼睛 而威尔面面相去 为什么要嘲笑救命恩人啊 说着又一转头笑着说 就算用不了魔法 有别的能力啊 我也会发自内心的尊敬啊 一两之外的夸赞 让威尔害羞了起来 一时间不知如何回话 只好再次转移话题 爱丽丝也是为了设定而来的吗 爱丽丝兴奋的回答说 是的 她也想为至高的武藏做贡献 也想成为支撑天空的一员 爱丽丝之所以会这么说 是因为天空上有一个 由五台合力完成的大结界 这个结界阻挡了世界之外的入侵者 因此在学生们看来 帮助武藏就相当于在 维护世界和平 然后爱丽丝接着对威尔说 其实她有见过爱尔法利亚 和她聊过很多 如果是为了她的话 爱丽丝说自己愿意赴汤蹈火 然后就一个人跑来了地下城 结果一只冰霜步兵都没见到 探支也没有探测到任何线索 看样子应该是都被大家给干掉了 威尔没有直接回答 蹲下身子抓起一把沙子 在沙里中发现了一粒冰晶 冰霜步兵 移动时会留下冰晶 一般是0.5米尔到1米尔 但这里的冰晶却大了一倍以上 也就是说前方有个大家伙 估计藏在探支无法抵达的地方 威尔毫不犹豫的朝着深处走去 爱丽丝赶简大声叫停 倒不是劝她不要 而是好奇为什么会知道那种事 威尔回答说 在她看来魔法虽然厉害 但并不是绝对的 尤其是在地下城中的时候 说着从腰间取下螺丝地给的道具 就算是她这种无能者 也能靠知识和经验弥补不足 说完 现场顿时陷入了寂静 因为这个观点对爱丽丝来说有些新奇 就在这时 一个不速之客突然从天而降 打破了寂静 索性威尔及时做出了反应 抱住爱丽丝迅速逃离了攻击范围 爱丽丝一脸茫然地回头一看 原来是一只冰霜之王 那应该就是威尔口中的大家伙了 冰霜之王是冰霜步兵的上位种 是第四层的特异种 击败她的话可以获得六血分 冰霜之王落地后 立刻从满是天涯的大嘴射出了一道光束 威尔一个纵跳轻松躲开了 然后放下爱丽丝准备迎战 可爱丽丝却认为 威尔对上那种怪物实在是太过危险 因为冰霜之王的另一个称号是矮人杀手 任何企图用近战武器攻击她的人 都会在接触的瞬间变成一尊冰雕 所以要想击败她的话 就只能用远程攻击魔法 对于不会魔法的威尔来说 这只怪物简直是天敌 面对爱丽丝的极力劝阻 威尔淡定地回答说 问题不大 那家伙我已经战胜过数次 说话的同时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冰霜之王顾忌重施 再次射出光束 威尔选择跳跃的方式进行闪避 对方现状也马上抬起头 跟着扫射了过来 在天花板滑出一道长长的裂痕 但这依旧在威尔的预料之中 威尔落地后 立刻将腰间的魔道具 朝着冰霜之王丢了过去 这个魔道具简而言之 就是一根没有炸弹的特殊勾撞 没错 冰霜之王的弱点正是火焰和爆炸 随着几声巨响 烈焰随即吞没了冰霜之王 火焰和灰尘散去之后 那里就只剩下了一堆破碎的冰款 不愧是螺丝帝的魔道具 之后得好好和他道个谢 不远处的爱丽丝目睹了整个过程后 对威尔的看法彻底改变了 因为这跟他从传闻听说的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毫不相干 之前对威尔更多的是礼貌性的尊敬 然而此刻则是发自内心的钦佩 不过眼下他还有一个问题继续解决 那就是该如何向上面汇报 威尔这个如此奇特的异端 就在思考之时 威尔抱着一大块冰河笑着走了过来 离开地下城后 威尔回到了校园 爱丽丝则来到了魔法之塔 实际上他并非什么普通学妹 而是一名隶属于武藏的猎头 主要任务是在学院中挖掘天才 然后指引他们登上魔法之塔 他此行的目标正是威尔 经过实战的检验 确定威尔是一名合格的人选 于是将他推荐给了武藏 然而当武藏听到被推荐者 是一个连魔法都不会的家伙之时 都不约而同的表示简直胡闹 只有风格粗犷的雷公泽奥明确表示 只要是个有趣的家伙 实力足够巧 就算他是矮人也会收的 旁边的妖圣艾尔诺 听了之后忍不拒问了一句 像你这样的野蛮人 为什么会待在这儿 眼看气氛逐渐出满火药味 炎帝卡里奥特赶紧打断了对话 表示都别吵了 又不是什么急事 目前迫在眉睫的是魔导大计啊 到时候看一下几件几两不就行了 雷公站起来负荷 有本事的家伙自己会爬上来 爬不上来就说明也不过如此 图有其表的聚会就不奉陪了 说完便消失不见了 妖圣和炎帝紧随其后 大厅中就只剩下了兵姬 爱尔法利亚和爱丽丝 爱丽丝也终于可以用平常的语气对话了 她对爱尔法利亚说 您所说的少年真的很有趣 爱尔法利亚欣赏着手中的巨大冰河 并自言自语 威尔我会一直等你的 升入上院的分数线是7200 也就是成为武藏的必须条件 习翁和克雷特已经达成该条件 分数分别是9889分和7340分 至于威尔每次魔法演练 都只能和魔像大眼邓小眼 然后被一拳打飞 因此学分也仅有5405 除了克雷特和习翁这两位学霸以外 其实还有三位分数更高的天才 分别是10100分的雷安娜 1075分的伊格诺 以及1万048分的朱利叶斯 同时也是为三分数破万的学生 看到天才们在演习场上催挂拉球 威尔不免有些惆怅 明明自己付出的努力不比他们少 如今却连毕业的6000分都还没有拿到 想到这儿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这种吊车尾真是暗眼 不要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对朱利叶斯的无端挑衅 威尔立刻习惯性地道了歉 朱利叶斯没有继续刁难 趾高气昂地带着跟班离开了 来到食堂午餐期间 克雷特突然提起了摩岛大技 认为这是威尔的绝佳机会 因为之前有过学分未满7200 却因在技点上表现出色 而被直接邀请Rufa的先例 所谓的摩岛大技 简而言之就是一场竞技大赛 让那些天赋异禀的学生 有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 运气好的话 可能会被来自塔上的上级摩岛师 直接带走 对于克雷特说的这些 威尔基本也都清楚 但他心里缩想的是 像他这种无能者 怎么可能会有机会上场 估计今年还是在幕后打杂吧 但克雷特觉得 以威尔现在的实力 一定能让大家刮目相看 威尔回忆感谢 但还是认为自己要出场的话 就成运动会了 二年级的时候就因为这么做 遭到全场观众的鄙视 第五十届摩岛大技 也因此成了史上最差的一届 他都有心理阴影了 就在这时 上课的铃声突然响起 克雷特估起勇气 问威尔放学后 是否要去训练 要不要陪同 等待回答的间隙 他能感觉到脸颊快速升温 急促的心跳在耳边回响 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 晚上还要去吉纳的店里打工 克雷特小脸一垮 在摩岛都市的郊区 有一块巨大的矮人平民区 那里有一家 总是作物虚习的酒馆 矮人矿工们 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 会来到这里 工筹交错 威尔就在这家酒馆打工 因而结识了不少人 由于矮人先生看到 威尔每天来这里打工 不由地发出感慨 威尔也挺不容易啊 早上送报纸白天上学 晚上还要来这里打工 威尔苦笑着回答 没办法不会魔法 所以拿不到奖玄金 不打工就交不起学费 他建议威尔可以去 磨岛大际上一展拳脚 威尔立刻想起痛苦的回忆 不仅没成功 还成了笑话 还没聊上几句 吉纳女士的怒吼 想撤了整个酒馆 让威尔别站在那闲聊 赶紧干活 瞧瞧朋友多能干 威尔的室友罗斯蒂也在打工 实际上罗斯蒂并非正式员工 前台工作结束后 威尔和罗斯蒂开始惊喜三句 这间罗斯蒂突然问威尔 这样真的好吗 明明瓦克纳老师 可以帮威尔找一份 待遇更好的工作 威尔一边擦盘子 一边回答说 他已经给瓦克纳老师 添了很多麻烦 而且他很喜欢这里的矮人们 刚说完 酒馆的木门突然被推开了 大伙的视线都被吸引了过去 原来是朱利耶斯和他的两个跟班 不过从大伙的神色来看 他们似乎并不是很受欢迎 结果下一秒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 确实不受欢迎 他们开口就对威尔和矮人 一顿嘲讽和侮辱 刚跟矮人大叔听后气的 当场拍下而起 打算冲上去揍一顿 但被一旁的同伴拦住了 朱利耶斯开始挑事 问矮人的眼神是什么意思 让他们这些异界来的下等种族 待在这个国度已经够宽容了 不要不知连史 朱利耶斯如此缺德都没有被打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强 而是因为在目前魔法制上的制度下 无论什么水平的魔导师 其地位都要比不会魔法的矮人高得多 如果贸然对朱利耶斯出手的话 甚至可能会影响所有矮人 话虽如此 但奈何朱利耶斯跟个怨妇似的咄咄逼人 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威尔终于忍不了脱下了围裙 走到朱利耶斯面前 让他撤回刚才的发言 听了这话 朱利耶斯的脸色瞬间阴唇了下来 脸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威尔据理力争 这些能在荒芜大地上生长的豆子 是矮人们的智慧结晶 汗水则是在这残酷环境中 辛勤劳作的热忱之症 他们没有资格嘲笑 朱利耶斯继续嘲笑 不会魔法的废物 在这抱团取暖 就是很臭很暗眼 实话实说而已 有什么问题吗 说着一脚踢飞 桌上的菜盘 撒到了威尔身上 俩根班打算趁机再嘲讽一轮 结果刚开口就被威尔摁到了地上 说他们和自己一样 只有野蛮毫无知性 甚至连畜生都不如 被这么一说 朱利耶斯终于怒不可恶 承认好久没有这么受屈辱过了 下一秒 所有餐桌上的酒杯都瞬间截出了冰霜 他悄悄地从腰间取出法杖 问威尔知道自己在挑战谁吗 欢迎威洛猛然挥出法杖 地板上随即出现大量冰锥 迅速朝着威尔蔓延 威尔用回旋踢化解了第一轮攻击 但没想到第二轮攻击紧随其后 结果被冻在了墙上 朱利耶斯很高兴 得意洋洋都用法杖抵在威尔的胸口 虽然不好说到底是谁大难临头 但是朱利耶斯看到威尔 脸上没有丝毫悲伤或失望之时 火气一下子又上来了 他说自己改变主意了 就算现在打倒威尔也没意思 所以打算在魔导大忌 在万众瞩目下狠狠地羞辱威尔 威尔挣脱兵加索后一把握住法杖 并表示会参加的 而那书想劝威尔三思 而罗斯蒂则很清楚多说无意 威尔是真的生气了 朱利耶斯的想法 是要让威尔在这个学院无敌自容 而威尔的条件是 如果他赢了 朱利耶斯就得向矮人们道歉 好了 今天暂时先讲到这里 欢迎留言讨教 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请点个赞 订个月随时关注我们 弹幕欢迎你带来更多精彩动漫内容 我们下期再会